字幕提供 今天仍然是賀連糕點系列 今天做一個笑口組 跟大家分享 材料很簡單 做法也比較簡單 沒有之前的黃金糕那麼複雜 先講講材料 這裡面有300g的麵粉 普通的麵粉 中筋的麵粉 還有2g的 泡打粉 一般超市或集貨店都可以買到 60g的糖 50g的奶油 100ml的牛奶 還要加些芝麻 首先把 泡打粉 加在麵粉上 糖 再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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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點雞蛋 再加勻 加上去 再加一點雞蛋 再加上去 加更加之後 就加雞蛋 加雞蛋 再加雞蛋 把牛奶倒進去 繼續攪拌 為什麼要用牛油呢? 因為牛油或豬油 用來起酥的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你家裡沒有牛油 有豬油最好 如果沒有豬油的話 主食用的鮮魚油 即是蘇米油或生油都可以 只不過我覺得用牛油會比較香 起酥的效果也比較好 加上牛油 這隻牛油是大鹽的 有一點鹹的 攪拌出來的 攪拌到它沒有乾粉為止 攪拌到它沒有乾粉之後 然後呢 接著開始就用手 用手 攪拌完之後呢 整個粉團之後呢 然後就用個蓋子 或者用個保鮮紙蓋住它 給它做一個發酵 然後就放到半小時 半小時之後再繼續 好了 這塊麵粉就已經 攪拌了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後呢 接著現在呢 將它分成一小份 那你預約15克一粒 那這裡呢 就可以做三十 五至三十幾粒 即是三五粒 那麽差不多 將它分成一小粒 一小粒 那我就在做頭上呢 就鋪上保鮮紙 那一粒一粒一粒 排好之後呢 才上芝麻 那因為這個過程裡面呢 也都是比較理氣 所以變成了 等我分成一小粒之後 才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 已經將它分成一粒粒 細細粒了 那 剛才說了 如果你做這個 剛才分成一小小粒的時候呢 因為它比較黏手的 那你最好在手上 塗一點油 或者在手刀上 塗一點油 或者清水也可以 那 就容易處理的 那因為 我說了15克 但是我也是用 用感覺 所以最後做出來 28粒 那煎完之後呢 接著呢 就逐粒逐粒 就放進 芝麻那裡 粒粒 粒 粒 然後最後就搓回去 就是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25克芝麻之後呢 之後呢 就可以進去炸的了 那待會把鍋炸的時候 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 現在開始炸這個小粒了 那鍋裡面呢 一定要加上 油 那個油的份量呢 要浸過一顆小粒 那你的油呢 去到六七成熱 就是這樣 到的 就是說 如果你放在粥塊之內呢 你會見到少少泡的 就是這樣 那六七成熱之後呢 接著先關火 然後就逐粒小粒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一整二三塊 然後再放進去 就不要讓它用來 搓進去 那放進去之後呢 呢 就可以把鍋圓 那中萬火 炸了一段時間才起酥和熟透 等待會兒炸到一段時間 我就和大家繼續 炸了一段時間之後 慢慢慢慢就會浮起 這個時間就可以動動下去 怎樣才可以為止呢 顧名思義,笑口組炸到笑就可以了 待會兒你會看到它會爆開口 游去繼續慢慢炸 油炸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看到全部已經浮起了 這個時間呢 動下去,讓它反反去 讓它底面受熱一樣 不要一邊太鹹,一邊太白 油炸了一段時間之後 把油炸過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看得到已經開始的部分 爆開口了 炸到變金黃色就可以了 但一般來說 我都會在最後十幾秒 將火升到最高 來迫油 記住在這個過程中 不能走開的 你要不停地反動一下 在兩邊的受熱一樣 炸到已經看到金黃色了 我將火轉大 轉到大火裡 然後做最後半分鐘至一分鐘的炸 做個碧油 可以令它更加金黃 好 好了,一分鐘了 記住了 一定要炸出來 才有色火 炸出來之後 你可以用那些厨子 鎖一鎖油就可以 就好像我那樣 不鎖油就可以 我就會攤它 在一個大的碟裡 混合去 涼一下之後 就會脆脆脆的了 這個小口粥的分享 就已經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 以及在這裡祝大家 小口常開 喜歡的朋友 就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個小鈴鐺 一有新片 就馬上收到通知 多謝大家 拜拜 好